中共十九大即将在北京召开,全球目光聚集中国,而在美华人更是对此充满期待。 在这其中,对于今后中国经济的发展政策仍是在美华人关注最多的问题。 发展的更加迅猛快捷的五年,而且我相信中国无论是从各方面来讲,它提高了综合势力以后,对我们海外华人是绝对的受益者。 中国从军事上现在强大了,从科技上也在强大了。 就像这个什么撤侨啊,什么这个去支援这个其他国家啊,还有这个维和啊,这些都说明我们中国的强大。 国内的一些就是风气都由于八项规定啊,国内的风气都得到很大改善,所以经济持续高速发展。 在世界经济不紧急的情况下,中国的经济可是带动了全世界的经济发展。 我们作为这个从事金融行业的人,我们也时刻关注着中国的经济走向,关注着中国的这个改革。 所以呢我们也希望十九大呢,能为这些方面呢,能够定出一个明确的方向。 将来在未来五年,对中国来讲,经济是一个最主要的命脉,也就是说, 中国的能够维持经济的一个实力,那不管整个国际间整个世界怎么演变,它这个经济是别人没有办法取代的。 而随着一带一路的延伸和发展,也让海外华人看到了更多的机遇和前景。 那么看到我们习主席过去五年来也做了很多的工作,特别是他对于一带一路的开展, 是绝对是对我们这个中华文化的一个传承,然后还是带动世界的经济, 大家的生活可以好转。 那我想这一带一路,就是说,从我们美国华人来说,也是一个是很好的一个机会,机遇, 那么让美国的经济跟中国大陆的经济有一个互动。 我们非常希望通过十九大,能够将我们习主席所倡导的一带一路的框架, 能够做得更加的扎实和扩大它的影响。 对于在美华人来说,中美两国关系及今后的发展,可能影响着他们生活的方方面面。 我们当然也很希望借助这个东风,我们这个就了解中国,也了解美国, 能怎么样为未来的发展,就天窗家网,就是把我们的能力奋献出去。 我的希望能够通过十九大,提出以后呢,对国外的一个部署, 看看我们洛杉矶这块,能不能有这个,把中国的所有的传统文化, 在洛杉矶呢,进入做一个文化城。 这样的话,让我们每个海外华人和这个国外的友人, 能看到我们中国的强大,也能看到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, 对这个传承到国外来。 不少在美华人,虽然身在海外,但一直关心祖国或祖籍国的发展。 我们觉得呢,就是对十九大的召开的,所关注的东西呢, 就是说,习近平在十八大上提出来,就是以法治治国的这个一种理念。 所以我们想知道,就更进一步有新的,怎么样去落实这一点上。 那么在中国的经济,今后的经济发展当中,可能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一部分。 相信在这个十九大这个报告,尤其在涉台这个论述, 将会是这个大陆这个制定最台湾的政策的重大依据, 那个决定两岸关系近这五年,或是甚至更久的长期的走向。 我们希望呢,通过十九大,我们国家能够更多的, 为我们海外华人,能够出台更多的相关的政策和振兴的战略。 为我们在海外华人,无论是在海外的创业,还是在辉国,都有更多的机遇。 相信这个十九大必然取得一个非常丰盛的成果, 我们也祝愿十九大能够顺利成功地召开, 成为一次引领全国人民向更富更强道路发展的一次大会。 不少在美华人也通过美国中文电视、美国中文网随时关注十九大的新闻。 我们的特派记者也将从北京发回十九大的最新报道,敬请关注。